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聊聊林青州的地理位置和崛起时间 林青州位于山东省和河北省交界地区 具体来说 为了邢台市与辽城市的交界地区 在唐宋统治时期 林青地区并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 但是 进入元朝统治时期 林青州突然迅速崛起 甚至超越了周边几个省会 这一切都与著名的大运河有关 公元589年 隋朝统一南北 分裂了400年的神州大 得再次统一 当时 隋朝对江南地区的统治并不稳固 与此同时 北方地区也需要江南地区的粮食 瓷器 茶叶等必需品 无论是军队调动 还是物资转运 通过陆地运输会消耗大量的时间 而是运输量不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隋阳帝阳广倾国之力开凿了大运河 虽然大运河对隋朝百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但确实造福于千秋万代 隋朝开凿的大运河 以洛阳为中心 因为帝国的首都和裴都在洛阳和长安 隋朝灭亡以后 唐宋两朝继续沿用大运河 而且进一步发展 在这一阶段 开封的优势地位明显 开封成为了大运河上的水路转越中心 展开全文唐朝末期 由于不断的战争 长安和洛阳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宋朝建立以后 却立开封一家首都 当时一系列水利工程 都是围绕开封而建设的 宋朝统治下的开封 号称四水绕城 由此可见 开封的水运交通非常发 达 从秦汉到唐宋 中元王朝的首都 一直在河南 陕西两地区轮换 元朝建立以后 出于各方面的考虑 确立元大都为首都 元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 首都位置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后 大运河航道出现了非常尴尬的情况 大运河通过河南转运各种物资 属于舍尽球员 浪费了更多的人力物力 鉴于这一情况 元朝修改了大运河的航道 大运河从江南通过江淮地区以后 直接进入山东 河北等地 然后前往京城 随着大运河航道的变化 开封的优势地位迅速丧失 与此同时 一座新兴城市开始迅速崛起 那就是山东省的林青州 大运河航道改变以后 林青州的地理优势地位迅速显现 林青州成为北方地区的货物转运中心 城市规模迅速扩大 经济持续上涨 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林青州兴起于元朝 在民青统治时期 达到了顶上阶段 关于林青州繁荣景象的描述比比金 是 在小说《金平梅》中 出现了关于林青州城市格局的描述 到了林青 这林青市上 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 商家往来之所 车辆浮凑之地 有三十二条花柳像 七十二座管弦楼 这样的城市规模 这样的繁荣景象 也难怪出现了 富庶甲骑郡 繁华家两经 难有苏杭 北有林璋的说法 明朝南京刑部尚书王史珍 曾经在山东省工作 对林青州的繁荣印象深刻 称赞 银兴大甲我找 逐炉以千计 朝鲜王国官员崔普曾经出使明朝 崔普把自己一路上的建文写成了一本漂海路 崔普在书中主要讲了苏州 南京 杭州等南方城市的繁荣景象 对于北方城市很少描述 因为当时南方的经济已经远远超过了北方 但对林青州 崔普格外注重 形容林青州 其城中及城外数十里间 楼台之密 世四之圣 货财之父 传博之吉 崔普吉苏 唐 既甲于山 东 名于天下矣 由此可见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都林青州的繁荣景象都非常认可 一个城市的兴起和衰败 通常和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具体来说 与交通出行的方式有关 就像近现代 以铁路运输崛起的新兴城市一样 林青州的繁荣 离不开大运河的带动 进入清朝统治的后期 大运河出现了核堤研究失修 核道淤泥增多大问题 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 大运河更是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由于财政入不敷出 清朝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治理大运河 与此同时 随着科技的发展 为了解决粮食运输问题 清朝开始采用曹粮海运 江南地区的粮食 通过海船运输 直接运往天津港 使用了几百年的大运河 陷入了半闲置的状态 地位进一步下降 严重依赖大运河的林青州 开始迅速衰败 各地的客商们陆续撤离 很多商铺关门大吉 在此之后 林青州进入了韩 东时代 农耕再次成为了林青人的支柱 在近现代历史上 我国经历了军阀混战 抗日战争等一系列的动荡阶段 复兴大运河根本就无从谈起 至于林青州 逐步衰落成为一座很普通的北方小城 进入五十年代以后 我国开始治理 已经破败不堪的大运河 并且对大运河两岸地区的缺化 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1965年 林青州的西部化入了河北省 鉴于位于林青市区以西 射片地区被设立为林西县 曾经十分繁荣的林青州 目前分到了两个省份 一些林青地区的老人 还能讲述一些老被人流传下来的故事 随着大运河的畅通 寂静了很久的大运河再次热闹起来 但由于经济 交通模式的变化 林青市再也没有恢复到昔日的辉煌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看更多责任的回音 写赛